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節目的第二節 這一節我們討論長一點路程的賽事 韓國杯 韓國杯出馬不夠韓國短途錦標多 出馬只有11匹 我們香港代表馬就逍遙自在 為這場賽事應戰 韓國杯其實過我們也有馬去跑 中橫大地 沒錯 長一點路程 表現就一般 但到底千百米的檔位影響 有沒有那麼大呢 也要看這條跑道是怎樣跑的 因為它的起步點 又是不久就要轉彎 有點像我們的1650 它起步不久 其實比韓國短途錦標短 對 很快就自己放回來 所以要排外檔 如果要放的話 就要多加幾下 不過排位排得好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逍遙自在 因為一抽檔位的時候 一個不覺得已經抽過一檔 到底有沒有幫助呢 聰明 run in短一場就拿到外檔 沒錯 長一點的一場就拿外檔 鴨炮子頭 當然再數下去 我們看到 我們很熟悉的道綱 因為杜拔也見過他 就抽了十檔 但其實有很多 外隊買的檔位都不差 例如獨行水手 都抽到三檔 這隻馬的跑法 都是可以跟前一點 即是咬好位跑的馬 反而有隻美國馬 要追他們的橙汁運走 就抽了一個內檔 就看他會不會有少少影響 至於你說本地馬 除了道綱之外 另外文學主任 一隻都很誇張 贏了一條街 大數馬 對 他抽了十一檔 對於放頭馬 看他夠不夠快 可以殺到馬 因為這一組來說 相對的放頭馬 就沒有那麼多 因為鴻魚閉下這些 亦都是放頭 但其實他的速度 就絕對不是那一種 形勢上 Siri自在排在內檔 因為他本身也可以 跟前一點跑 過一隻半隻 他是做到的 看來似乎就是地 那些沙 會不會有隻快 比他在後面吃一吃 那一刻行不行 但是似乎 他去到當地的操練 跟炮子頭 又不像雙車偶元 OK的 他甚至乎 還有一個快點的隊 我們待會可以看看 不過先看看他去韓國之前 在季美時分的一個片段 那時候 那晚也濕濕地來 沒錯 五月份 贏馬那一場 濕萬地來 他贏的對手 又是精算閃擊 令人民沒事 不算很特別 但是他的姿態 亦是輕鬆的 打幾邊 過了就可以了 這場是1650 但其實他本身 千八更加沒有問題 至於其實抽到一檔 我知道排位那天 其實羅富全的臉口 抽到一檔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他自己想著 應該三四檔會比較好 其實排了任何的賽事 都是 一檔永遠都不是一定最好的 沒錯 有辣就有不辣的 我們看看羅富全怎麼說 差不多林飛之前 我就試過一集 試得很理想 其實千二一定是短約的路程 不過他都可以出閘 很好反應 可以跟得到三四位 入籍路也有 一點點他就已經上來了 我也很滿意那個閘 馬去到那裡 那些伙計跟我說 他落擊一定跌了一點點榜 現在一路一路上回一些 慢慢會好轉當中 他在英國都炮交沙地贏馬 香港來地都很好表現 那去到韓國那個應該有點不同 其實自己 會不會是一個未知之數 應該是未知之數 因為我想大家都看到 他在韓國的沙地 就好像真的好像海灘一樣 還有我那個伙計 都拍了一兩場馬給我看 剛剛在韓國 他有馬在跑 那些沙地是很鬆的 真的好像沙灘一樣 那要看看馬是否懂得合 這個沙地 可以比較一下炮指頭和這個 就是蕭子在 蕭子在出腳就是 前腳是掘下去的 所以你看到相對地 他的動作好像很大 但其實這一課 他跳得絕對不是很快的 那這件事 我自己就會對蕭子在 是有一點點的問號 在那裡 之後其實星期五的時候 他就在內圈 叫做快跳了一課 快量了一課 其實有一點想扣著他 那隻馬是肯定肯定的 問題就是牆地的適應狀況 這些貨購得比較慢 所以都扭頭轉頸 有些是想走的 他都 但是就抽了一檔 挖下去 說到這一下的話 就真的那個 可變性就可以很大 是 你出腳不配合地 就會挺擔心一些 但是能力上 我沒有太擔心他 始終韓國的對手 都是這樣說 香港的二班 如果你搞得碰地的話 始終應該都是請先一點點 就是跑蝕也希望夠了 對 反而如果對他來說 可能下了少許雨 我就會更安心 如果跑那麼鬆軟的沙 真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至少你下了少許雨 你看他在香港 可以先 所以證明可能會高一點 那要跳球羽舞 看看能不能 不過是這樣 我們在這個主隊方面 最熟悉的那隻一定是杜光 杜光 沒錯 見過他了 6月30日的片段 這條片一定要看 因為幾匹大碼馬都在那裡 文學主任、新傳奇 都在這條片裡 但是杜光殺了你們 還要他走在釜山 這場也是濕的沙地 當然釜山的質地 又不同手意 但是三隻馬都很接近 杜光 起碼會追人 文學主任早段都是放在前面 但是留意 杜光這場 其實就在杜拜跑完 就是在美丹道一輪 跑完一輪 麥通第三輪錦標 天戰載 一直下去 去到6月 才回到韓國那邊跑 都跑得回水準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這樣總括 杜光始終還是這一堆 主隊韓國馬入面 級數最高 我想都沒有人反對 是的 甚至如果豬仔 嚴格來說 蕭瑤志就是挑戰他的 因為麥通第三輪 挑戰了他的貴軍 去到杜拜一級賽貴軍 當然大家可能會覺得 麥通第三輪挑戰賽 摔十個馬位 沒得說 不是世界盃 但是數字上 蕭瑤志是要過他先 看看 究竟兩匹馬的能力相差多遠 不過剛才我們說過 其中一個馬叫文學主任 真的要看 這馬我覺得很神奇 看我的片段 說真的 他一贏 一贏 一贏 很誇張 這場是5月26日 早一點 這場是2000 其實你看到後面跑第二的三葉草 我們都曾經見過 見過 而三葉草是不停地 不夠文學主任跑的 對這麼多次都輸了 對勝次了 雖然這裡帶來了 你看到他 報頭最後都有點縮步 但是他有氣量 他跑了2000米 上一次就是對著杜光 縮下去1800米 但是現在就排到一個大外檔 剛才提過 出閘不久要轉彎 在考驗氣量方面 就不太擔心 跑虧一點 他還是有多點氣量 但我又想問一下 以他的跑法 他放不到出頭 轉彎不是第一隻直路的話 基本上是贏不到的 很多投降 對 正如那次輸給杜光 他不是自己放那隻 之前輸給清潭虎那場賽事 也是 清潭虎也是一隻 我放不到出來 就死定了 變成兩隻跑法都是這樣 好像有點雙身雙黑 其實還有一隻新鑽旗 也是 這三隻馬的跑法 一定好像要走 一定要放 才回來跑得好 但是 十一檔就沒什麼懸念 我想你要盡力 放在後 血身會更快 看看究竟誰得益 似乎 形勢上我們都說出來 有很多馬 如果一走的話 可能會有益 跟著他們的馬 杜杜你是不是覺得這樣 所以還是要一隻十一 要一隻文學主任 希望他這個決心 真的要放得硬一點 文西英 跑開他的 就會比上一次熟 可能比上一次 康德里的 所以放在前面就好了 別想太多了 我選了 我其實兩隻喜歡的 這場就是獨行水手 和道綱 我都喜歡 因為兩隻都是可以 沿途在賽事 一路慢慢加速 一路蠶食上來的馬 希望你們三隻夠快 就益到我這兩隻 但是 你說真的要放一隻先 始終有主場之力的道綱 可以多一點 地他熟 看見我們數一數也能數到他 剩下 其實我都有 不過 我又不太捨得放下 蕭自在 明知道 挖挖地也要搏 但能力上 他未必會輸給你們 希望能弄得碰地 贏不到也好 因為蕭自在有個好處 在香港也是 贏不到二三名 他都能補給你 希望他可以去到 韓國也能做到這一點 好 兩場韓國賽事 跟大家研究了 大家記住 留意開跑時間 韓國短途錦標 是2點05分 我們三場日賽 即是第三場之後 另外 韓國盃 就在3點15分 即是第五場賽事之後 大家當然 當然我都明白 不會離開電視 還在跑日馬 一直看 也希望 何宅堯和我們兩位 練馬師 徐石羅富全 去到韓國 可以揚威回來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大戰前夕 再和大家論戰